因為前面講過啦,所以我快速帶一下 最後結果就長這樣子 這個做出來,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會有固定的SOP步驟會的話 其實說真的花不了多少時間 首先的話第一個啦 開發人員Visual Basic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這剛剛我做了 第三步的話就是 我們有兩個嘛,一個是年齡 一個是什麼,一個是年齡清除 那首先當然你就打一個SOP年齡,Enter就可以了 那這樣就有一個SOP出現了 那當然第一個,按一個TAB鍵 裡面的話寫什麼 姿態小,工具,選項,撰寫風格 我現在習慣把字都放大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寫什麼 你的範圍,所以一般習慣是 回圈範圍for I等於15列 到19列 所以Enter兩下打一個NAS 那你想說為什麼知道15到19 其實一般習慣 我會把VBA浮動在上面 因為這邊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15到19 這邊都看得到 所以你就把這個數字跟這個數字 填過來就可以了 OK 那第二步的話就是輸出的位置 輸出到哪裡 輸出的位置的話呢 我把它移過,應該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Sales的I列的H欄 所以寫的方式的話 會移到這邊來好了 就是寫在這邊 按個TAB鍵 打一個Sales 第I列 豆點的H欄 H記得是前後要雙引號 I列的H欄 等於 先打兩個雙引號 這樣就完成第一段 這個是清除 所以一般習慣是把這個Ctrl C 把它Ctrl V 貼上之後這邊叫年齡清除 那年齡 輸出結果跟那個清除 最大不一樣的話 就是 清除的話就是雙引號兩個 這裡面沒有放東 這個的話是要放公式 那公式的話呢 基本上你可以拿這邊 貼過來 有沒有貼到那個雙引號 所以 把這個點一下 這個的話就把它Ctrl C 那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VBA的這個雙引號裡面 記得喔 現在點不到 因為記得這邊要取消掉 否則的話 這邊點不過去 一定要取消這裡 然後點到這裡把它貼上 不過貼上之前 我前面講過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如果有雙引號 不能直接貼 因為這個雙引號 已經被VBA用了 所以你要把它變兩個 所以一個 要變兩個 那一個怎麼變兩個比較快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用記事本取代 是最快的 所以 我就把記事本打開 貼上之後 然後呢 用編輯取代 一個 取代成兩個 全部取代 這樣最快 好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 B15 有沒有 如果你現在輸出 它會全部都B15 不對 應該是 15 16 17 一直到19 所以理論上 這個15應該要變成 一個I 那怎麼改 講過嗎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就是15先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個I 那這個跟剛剛那個 放那個公式有點像 只是說這邊可以放個變數 記得 and前後怎麼樣 要加上 空白 因為B15 總共有 一個 這個改了 還有兩個 還有三個 有沒有 我習慣是這樣 做一個之後的話 我可以 把B15 本來這邊是15 現在變雙引號到雙引號 把這個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15的上面 就不用重做了 OK 當然也可以重做一遍 結果會是一樣 雙引號 有沒有 到雙引號 這個也是一樣 雙引號到雙引號 好 那這樣就完成 完成之後把這一串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雙引號變兩個 第二個是 B15 變成BI OK 把它複製一下 那就可以直接貼到 VBA的這個雙引號裡面 貼上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可以直接 看一下結果 這邊執行一下 這邊就OK了 這邊清除 最後再做兩個按鈕 OK 就 大功告成了 那只是說 就我同學 會問一個問題 在我雲端上面 你會發現 因為這個公式 太長了 它變成說你要一直跑到最右邊 那可能要 要再過來的話 又要再捲軸拉過來 所以有點麻煩 那 假如說 你希望 這個一行 太右邊 太長 你希望 把它變兩行 這個時候怎麼變兩行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以後的話 你要把 這一行 讓它折行的話 你不能說直接在這邊 直接按Enter 馬上就出現錯誤了 如果你要讓它折行 有一個技巧 什麼技巧 這順便講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有創I的地方 然後這個 I的後面有個AND符號 一般習慣是AND符號的右邊 AND符號的右邊 的空白 有沒有 AND符號的空白 然後你在空白的右邊加一個底線 關鍵是這個底線 加的位置 我是建議在AND的空白的右邊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你按Enter的話 再移開 它就會把 剛剛的 一行 有沒有 如果你把它 Enter變兩行 它會知道說 原來你下面這一行 跟上面那一行是接在一起 而且 不會 發生錯誤 那主要的關鍵就是這個底線 OK 而且 底線加的位置 一定要記一下 你可能記這樣比較簡單 AND空白 的右邊 你如果加一個 底線 它兩行 就會四為一行 如果你沒加的話 就會出錯 有沒有 如果你這個沒加 它會變成這樣 錯誤 OK 所以特別注意 在 這個AND符號的右邊 如果沒有空白 你就補一個空白 加一個底線 也可以 OK AND空白底線 那這樣兩行 就會變成一行 這個是有關VBA的部分 如果你假設打字 比較容易出錯 或者有問題 同學你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也有 這個啦 應該在第五頁的地方 一模一樣 而且這邊我加底線 有沒有 加底線就兩行 會變成同一行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 你們可以再切到那個 綜合練習 那綜合練習 今天想做的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看你能不能做個公式 可以直接怎麼樣 把一整年的年曆 通通產生出來 年曆的話 當然 假設我的需求 我只要輸入 比如說今年2022 改2022好了 我如果輸入2022之後 那這個日期全部都變成 2022的年曆 一整年 而且把禮拜六、禮拜天 塗上不同顏色 標示 其實就做個年曆的概念 OK 那以後我只要改這一天 比如說改2023 那2023的年曆就又出來了 禮拜六、禮拜天又重新幫我填上顏色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試一下 VBA 剛剛那個部分 主要因為前面 都有 講過 幾個範例了 所以我講會比較快一點 至於那個細節啊等等的 如果你還是不太清楚 可以參考那個前面的影片 或者是說 這個下課之後 可以再 把那個今天的錄影 我剛剛講到的地方 再重新聽過 因為我都演 我都做了 所以你就把那個做的過程 再看一下 盡可能的就是說 第一個熟練 第二個如果可以的話 做個筆記 以後的話就照同樣的方式 就可以很快的 產生一些 這個VBA的程式 100元 我 應該 我 你